生日的願望 生日願望聊一下嗎 可以嗎 謝謝大家 立法院長韓國瑜 剛過完67歲生日 宴請公民黨立院交通教文 委員們參序中大火豎起 拇指筆讚氣氛 很快樂 會很誠摯的跟院長說 生日快樂 也感謝院長這四個多月來 公正的處理議事 大家真的辛苦了 因為我們都雙子座的 今天六月是我們的生日月 雙子座過生日 都會過一個月的 所以今天祝大家生日快樂 不過六月一國會改革 副議案表決戰 民團也有大禮要送給韓院長 韓國瑜18號院會 因為不公開行程 找副院長代打 卻被打作文章 還喊產業鏈出招 民團更建制本週五 號召群眾重回立院 申請青島東陸 濟南路到中山南路路權 不過舞台設置規格 以及時間還有議交 維護交通費用 被民團律師質疑 是台北市長蔣萬安 或國民黨技術性被割 市警局對於路權的核定 都有一定的程序跟辦法 論測意將原本非常單純的場地申請 無限的傷控到台北市政府 跟國民黨刁難 真的是扯得太遠了 台北市府依法辦理中正一分局也回應 會持續和主辦單位溝通降低民眾生活影響兼顧活動順利進行 當他們依法 合法執法的時候 那我們的民團一直講說他技術性被割 未免有點所謂的先射箭再劃吧 有點相對來講比較有點被害妄想證啦 來為全力備戰劉威夷義表決韓院長恐怕連生日禮物都不想拆 東森新聞中在好區如廖文宏台北採訪報導 東森林عد立刻